十三年的時間 189到1908 他們要蓋一個很方正的一個 領事館 前面還有一個 上架車的車記 好 這個領事館拍照 它是一個老照片 你Google可以找到這個老照片 它是從那個 河的角度 往仰視來拍的 所以一個楊角 它是叫德裕寺帝國 駐台灣大道成 女事館在這邊存活了 十三年 為什麼會來呢 因為 是一個國際風山口岸 外國黑色女事館 保護他的僑民 1895年改朝換代 日本人來 對不對 可是就是國際公約 你新的政權還要認證你上 所以呢 它一樣 同意他們在這邊設立 日本政府 可是呢 狀況就沒有前好了 目前是特權 不平衡起來特權 不平衡起來特權 日本人啊 日本人啊 日本人就扶植自己的商業 德國人來這裡做生意啊 買什麼 買茶 買米啊 買糖 買瓷器啊 買籌段啊 買髒髒啊 買什麼呢 買鴉片 買瓶器 槍套彈藥 還有賣什麼 賣蓋鐵路的器材 鐵路不要 對對 賣鐵路 對對 賣鐵路啊 就是德商銳技養馬 來負責 風料的 對 買鋒 買貨 買貨 便利 食堅